家里的苹果快成熟了 订的包装也送过来了 今天把苹果包装先订回来了 订了五千套 都是这种彩箱 还是好年的包装 是这样挺好的 嗯 五千套苹果包装已经卸下来了 堆在了门口 身后呢是要用到的发泡网 俗话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家里的苹果快成熟了 先把这些包装订回来 待会我们去地里面看一下 苹果什么时候成熟 爸妈今年种的苹果质量怎么样 大家给参考参考 妈 咱苹果地里的路怎么堵呢 你们租着租上也 进不去 然后就能够起自己赤头了 当尬子 也是哦 嗯 我妈在地头 崩了这种绳子 还放了树枝 把这个经地的路全部堵住了 我们去果园 还得先把这个解开 挺麻烦的 这两天家乡的苹果即将成熟 有的人呢会在地里面搭一个棚子 晚上睡在地里看一下苹果 像我爸的话在我们家蒙前 把他的这个小车开过来 晚上在车上也看一下果园 妈你看咋这儿 假假都有苹果你 其实外上不用开 哎 这么细心 苦苦嘶嘴 你俩都等这几千来 就是的 每一颗苹果都是来之不易的啊 嗯 大家多好 小慧 嗯 你看 这两天苹果的颜色 明显比咱们上次来看的时候好很多了啊 嗯 每天都有变化啊 哦 每天要上一个色度的 对 这样点更红了 萱萱 嗯 这是什么呀 苹果 这么多呀 嗯 这么多啊 够不够吃 不够 不够吃啊 哈哈 你看他这个苹果 这个年纪咋的 像上街 可以的 苹果的红度都还挺不错的 基本上都特别漂亮 咱们摘个苹果尝尝味道好不好 好呀 好不好吃 好 嗯 你这头的煎鱼味又爸爸就给你煎了 嗯 摘个这个吧 这个可以哦 可以 嗯 擦一擦 就可以直接吃了 寡靡擦一擦哦 好吧 第一口先给你吧 哈哈 好吃吧 妈妈尝尝 新鲜苹果就是脆甜多汁的 汁水又多又脆又甜 口感咋样了 嗯不错口感特别浓郁感觉 哎呀甜度很高 这几年呢我们家里的苹果 基本上都是我和小慧在网上卖掉的 所以说也不着急 虽然说现在的苹果也挺红了 口感也不错了 我想着让它在地里面再多长个几天 让它颜色也更红一点 口感也能更好一些 我们晚一点再采摘发货 虽然吃的挺香的 好不好吃呀 他现在牙都长去了能咬了 去年这个时候还咬不动了 只有两颗牙 现在扎紧时间好好吃啊 我爸妈在家里种了五六亩的苹果 这几年呢种的苹果都是我们两个 从网上给卖掉的 今年家里的苹果又成熟了 下午已经开始采摘了 经常有朋友说 想吃到狗自己家里的苹果 我们今天就开始采摘了 明天开始发货 这个品种呢是红富士 也是大家比较常见的 也是经常吃的一个品种 这个也是咱们现摘先发的 今年的新苹果 新苹果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第一呢 果肉会比较嫩 吃起来比较细腻 第二呢 就是吃起来特别的脆 脆甜脆甜的 第三呢 新鲜苹果的水分也会比较多一些 第四点呢 新鲜苹果它会带一点淡淡的果酸味 使得它的风味要更好一些 大家也能吃出来新鲜的味道 我们家的红富士苹果呢 大部分都是这种片红的 也有十几棵树是这种拉丝红的 它都是红富士 口感呢也都差不多 可能大家说到过 颜色的表现形式不再一样 我们也不做区分了 都好吃 大家都来地里面摘苹果来了 还请了邻居的几个姨和妈妈 家里的苹果比较多 摘起来又比较慢 这个苹果呢要清拿清放 不然很容易碰伤磕伤的 咱们自己家种的苹果呢 不会存在什么打蜡呀 催熟啊什么的 都是自然成熟 现摘现发 今天摘苹果呢 用这个小三轮车转越 已经摘满了 满满一车了 公公现在拉回家去 这两天家里的苹果成熟 有很多朋友问 你老丈人今年还过来帮忙吗 细心的朋友发现了 前年家里苹果成熟 我岳父妹母都来帮忙来了 又是采摘苹果 又是打包箱子的 去年我岳父一个人来的 今年可能都来不了了 我们这边呢 属于苹果的主产区之一 基本上家家户户种苹果 到了这个时间点 苹果成熟了 每家每户都特别忙 咱们呢 又要采摘苹果 又要打包快递 所以人手比较短缺 往年他们在家里 没什么事情 所以就过来帮忙了 今年因为一些原因呢 都过来不了了 这块呢 全部是挑出来的刺果 挑了这么一大堆 下来有个一两千斤了 我妈在这里看了 挑出来这些锅子 都是用问题的嘛 你把开了 这是丝字小磨哈姐 我妈还挺心疼 那种的苹果的 但是 这些挑出来都是有问题的 随便看 这都是 有虫眼的呀 都是坏的 都是丝色 还有一些树枝磨的 这块呢 都是挑出来的好苹果 待会就在这里 直接打包装箱了 咱们家里的苹果呢 从地里面摘回来 让我 舅坡在这里 给我们进行一个挑选 把坏的 挑出去 然后大小进行一个风集 舅坡一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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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坡一瞧一瞧 种苹果的人都比较心疼苹果 还怕我妈把 稍微不好一点的苹果 给大家装进去了 所以我请了我 舅坡来给大家装苹果 挑选苹果 咱们家里的苹果呢 因为果树的叶子 特别的浓密 所以大家说到苹果的话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这个苹果 大部分地方都很红 这一块呢 是由于这边这个树枝 树叶的遮掌 这一块没有红 它的口感 口味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脆甜多汁 咱们的苹果呢 都是自家种植 现摘现发 有很多朋友问 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呀 有没有什么打蜡 我给大家说 那些都没有啊 大家放心啊 因为咱们卖的是 自己家里的苹果 所以价格合适就行了 今年整体上来说 价格比去年要划算很多 咱们家小果呢 是75的果子 合下来是5.16 中国呢 是80的果子 合下来是5.5 大果呢 是85以上的果子 合下来是5.87 价格下来呢 基本上都是5块多 都是今年的新鲜苹果 现摘现发 新鲜苹果吃起来 更加的酥脆一些 汁水也多 果味浓郁 很好吃 尾部的汤 都要是5块 thann 搅拌 对